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姓潘的太平家庭主婦 未疫情之前就送我女兒上學 送完上學買 一定去街市買菜 回家有空的話就去看書 教我衛生 做好些東西就接她回家 平時小朋友都會開心些 有時浮民些的學生出來公園 走一走玩一走 就不斷在家裡 自己也出來走一走 也好些開朗些 小朋友好自己也好 疫情前我老公開工也好些 經濟上也好些 寬鬆些 不用現在的拔拔 疫情開始之後 她老爸的工都開小了 經濟壓力大了 我們又找不到工作做 又要找到小朋友 經濟方面很大壓力 疫情不嚴重的話 又不想跟她塞街 又要找到三尺的地方 多數都是上下床 站都站不起來 又要彎在那裡 疫情之後 找我女兒 少了看 沒有之前那麼有空的時間 因為她之前回學 在學校成本 有時間四時 五、六小時 自己起碼抄到兩小時出來 現在很勉強的事 現在的疫情 真的很煩 每天都在上網 又有人對著電腦 又要看著她 上網又坐不定 你不看著她 她怎麼坐得定 看著也不一定坐得定 有些小動作 都不認真使用課 都不知學不懂東西 我們遲些劏房 上網肯定會比較差 外面上網 老師說的聲音 一時都聽不到 學校可能好一點 上課 在家真的很差 不行 現在要回大陸 不說 就說上學這件事 不是等 唉 寧寧無奇 這樣等 等 等 等什麼時候 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大家都是這樣忙 學校回去上課 住的環境好一點 又公開了 快來訂閱通訊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讚和分享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再按旁邊小鈴鐺 再按旁邊小鈴鐺 reflection 多园 最後 走 師傅